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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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德德 最近魔力寶貝永恆初心 剛開放蘇智國地區 當天我就立馬衝去阿凱魯法村 後來發現沒有登錄點人員 不過在上禮拜維修後 祭點人員回來了 這次影片我要介紹 阿凱魯法村登錄點任務 我們要讓在地居民知道 我們是熱心助人的好鄰居 才會幫助我們和國王推薦 讓我們居住在村裡 在影片開始前 想要收到最新遊戲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影片更新喔 任務流程 我們先搭傳到阿凱魯法村 來到有水井的地方 找小次郎交談 會告訴你 米內格爾是個好地方 你也想居住在這裡吧 我們選是 會答應你向國王縮嘴去 不過你要先了解這個地方 米內格爾島是個大國 首都是阿凱魯法村 這裡的人們 生活都融入在大自然裡 而且居民都很樂意幫助你喔 接著會告訴你 他的工作是讓 夏母級診所患者們 都可以喝到乾淨的地下水 有個集市想請你幫忙 能不能把這個 交給診所裡的阿達巴 今天真的非常的忙 對話完後 我們就會拿到清澈水 接著我們前往夏母級診所 左邊有位老先生 就是阿達巴 與他交談 發現你拿了井水 讓他感受到不好意思 話說 可不可以順便幫他一個忙 我們只能選是 他來告訴你 想把老伴的紀念寶石 放進銀行裡 可是因為風濕痛的關係 今天身體狀況不太好 想請你送去銀行 寶石相當的重 搬起來時請小心 對話完後 我們就會拿到超大顆的紀念寶石 接著我們前往銀行 走到最裡面與銀行員交談 會告訴你 已經有和阿達巴先生聽說過了 這是他的寶石吧 那麼就把它好好的 放在寶物庫裡保管 哇嗚好重呀 好痛呀我的腰 有撞路掉落的音效耶 增傷腦筋 原本要把錢交給資產家 立客家的關係 所以腰上細著30萬起班 突然間有個無理的請求想麻煩你 能不能幫我把這袋錢 交給冒險者旅館的立客家呢 我們只有4的選項 對話完後 我們就會拿到黃金槍 接著我們前往冒險者旅館 這裡是有可以打卡的地方 以後可以從這邊打卡完後 再傳到坎村 或是去布朗山練功 立客家在冒險者旅館最裡面 與他交談會說 那是要給我的錢嗎 你看起來不像是銀行裡面的人耶 我們與他說明原因後 會對你說 你今天幫了不少人的忙吧 我給你一點獎勵 接著我們說出 認為他是一位很小氣 但其實是一位很大方的人 讓他很不爽 什麼都不說的 就叫我們快點走吧 對話完 我們就會拿到馬茶招待券 招待券上面有寫出 在水池東北邊的一家店 馬茶咖哩特價中 我們要前往馬茶酒吧 走到裡面 吧台和會長交談 邊用餐我們邊透露今天的遭遇 會長聽完後 告訴你今天真是辛苦了 米內戈爾生活就是這種感覺 悠閒的生活 偶爾來點驚奇的事情 話說小次郎那傢伙 依然是很認真呀 這是我請的 拿一點給小次郎吧 對話完後 我們就會拿到馬茶咖哩飯 我們與小次郎交談時 會說出聞到這個香味 一定是馬茶咖哩飯吧 咦要給我的 太棒了 接著我們與他分享今天遭遇 會笑著說 真相使者在城裡進行任務式的 不過非常感謝你 今天為了大家健康把水算過去 寫了一封信 請你交給國王 對話完後 我們就會拿到推薦函 接著我們前往阿凱如法城 來到夜見之間 與國王交談 會告訴你 這是小次郎的推薦函吧 年輕又勤快 擁有小次郎推薦的人 一定有資格成為蘇王國的國民 對話完後 交出推薦函 還不可以登出喔 我們要去找傳送時旁邊的老人 阿施阿神 來到傳送時 與他交談 我們選試 登入點 就會設在阿凱如法村 這時候就可以登出了 之後想要設定回法蘭城 我們就要搭傳到伊爾村 再使用傳送時 回到東伊旁的傳送點 有位羅吉羅吉 與他交談 會問你 要登入點在法蘭城嗎 我們選 是 就可以囉 阿凱如法村 登入點任務 只要解一次 就可以隨意記錄 不用再重新解任務 以後要去卡納貝拉村 就不需要花費搭船時間 甚至有時候坐船時 還發生好幾次忘記要下船 好啦 那這次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掰掰